鬼夫拍性侵影片 經營用李宗瑞案逼女當性奴 混帳 對妓女最強是不是人啊 一名鬼夫2012年期 與妻子還有14歲妓女 住在新北市盧州區 她多次趁妻子不在家潛入房間 心情得逞 妓女怕破壞家庭和諧 一直隱忍妝睡 直到隔年5月 才跟舅舅透露 並搬去跟外甥祖母同住 但鬼夫人去糾纏 甚至到學校外去堵她下課 揚言散步偷拍她洗澡的影片 多次帶到魔鐵性侵 還偷拍 真的是人渣 妓女不願再當性奴 她竟還威脅要公布影片 就像李宗瑞一樣 少女忍無可忍 終於報案鬼夫被依強制性交診罪 判17年10月徒刑 董新聞應該要再判重一點呢 報導